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紫薇,洛杉矶房地产经济 我的电话是949-697-0033,我的微信是VtanUSA 谢谢大家收看 前面几集呢,前面五集呢 我向大家,第一集我介绍了这个洛杉矶的气候 第二集介绍了食品 第三集我介绍了医疗 第四集我介绍了居住环境 第五集我介绍了玩乐 今天是最后一集,我介绍的是朋友 那么呢,这个老年生活呢 有了吃和玩乐了 气候好了 这是决定了老年生活,养老的生活的品质 快乐不快乐 但是呢,老年人还最需要的一个是朋友 朋友非常非常的重要 有了朋友参与你的快乐 那么你的快乐呢,就加倍 当你有不开心的时候,有朋友在一起呢 你的开心就被分散了 所以呢,朋友呢 在退休的这些朋友中呢,是非常扮演的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为有朋友,你就有更多的快乐 一起去玩 那么呢,为什么我会选择洛杉矶呢 就是说我在这个十几二十年前 选择来到洛杉矶 将来在这里退休养老 我也看中了大洛杉矶地区 华人特别多 在这里头 这个各路精英,长龙卧虎 那国内来的人呢,也是非常的多 不论是你哪个省,哪个市都在这里有大有人在 比如说,这个新疆的 有新疆来的 有蒙古,内蒙古来的 那有的很多偏远的地方都没听说过的 非常非常多 那么在这个洛杉矶地区还有什么好处呢 洛杉矶地区呢,跟那个有一些城市不太一样 比如说多伦多啦 这个温哥华啦 三藩四啦 那都是讲广东话的这个人多 他们香港人多,广东人也多 那地方呢,到处都是讲广东话的 当然了,我也会说广东话 我就在那长大的 对我来讲没什么 但是呢,大部分我先生呢 还有我们的教育背景啊 都是讲国语的,讲普通话的 所以呢,这个大洛杉矶地区呢 这个讲国语的人是占绝大部分 绝大的优势啊 所以呢,就是说在这里呢 如果是讲国语的朋友呢 在这里交朋友非常非常的容易 无论你是在省省,省阳来的 南京来的,西安来的 上海来的 这个,这个,这个,广西来的 就是各路人马 在这里都能找到自己的同乡 自己的朋友 所以呢,就是在这里交朋友呢 非常的容易 那个,前后左右的邻居啊 都是这个讲国语的 非常非常的多 除此之外呢 就是说,还有各个这个 这个社区 社区的这个中心 也有各各类的这个 华人主办的这个 这个团体 比如说是我在这个 玩乐头也介绍过 各个社区中心啊 这个华人就举办了 那个唱歌班啦 跳舞班啦 下棋班啦 这个瑜伽班啦 各个班都有 那么呢 除了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 这个讲国语的 这个华人以外 还有这个台湾来的 还有就是东南亚的来的 讲国语都有 当然了 我们主要还是跟这个国内的人 还有台湾的人来往的比较多 毕竟台湾人讲的也是国语 所以我们的朋友中呢 也有很多是台湾来的 大家相处的也是 非常非常的融洽 那个除了这个 在社区里头 有各种各样的 这个华人举办的 这个各种活动 各种班以外 那么其他的呢 就像我曾经介绍过的 在这个罗兰港的 这个有一个 一个香巴老公园 每天都有 都有这个 就像国内的老 这个公园里头 老年人在那里 是打太极拳 是跳这个广场舞 是舞剑 各种各样的活动都有 尤其是在这个周末 那人特别特别多 一个公园是左一堆 右一滩的 在那地方都是 就是选择自己的这个喜好 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 那么除了这些 就是说是 常年的 就是那个 出去玩的这些 就出去有这些活动的 这些社区活动 还有自发组织的 这些活动以外呢 那么在这个 大洛杉矶地区 有特别特别的 那个微信群 也就是帮 帮派 不是说的坏的帮派 就是大家一起 就有共同的爱好 比如说是吃货帮 那就是一天就是轮流的 在每一家的 弄好吃的 大家就学做吃的 还有这个 这个烤点心的班 那当然了 那其他就不用说了 什么绘画班啦 这个打麻将的 打麻将的啦 今天到你家 明天到我家 这个跳舞的啦 在这个有好几个 这个舞蹈队呢 非常出名 像这个耳湾 有一个这个 这个舞蹈队 那一到逢年过节 都被邀请去 正规的场合 去去跳舞 他们跳舞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 那个不错的啊 几乎就快快快 快到了专业水平 他们特别的认真 每天都去练功 每天都去练功 非常非常的 我非常的佩服他们 那么除此 这些这些什么 跳舞班 还有瑜伽啦 就还有就是 喜欢户外 像我特别喜欢爬山 那我们在这个洛杉矶啊 就光爬山帮呢 就十几二十个 各个的小帮 大帮 这个大帮啊 一招呼呢 就是几十人 一个大队就拉出去啊 一出去 每个周 一个星期爬好几次 那都是几十人 有时候人多的呢 都四五十人出去爬山 那么还有呢 就什么 这个枪啊 就是 就喜欢玩枪的 打掠的 出去打猎 这地方就是说 在这个美国各处呢 就是说是分季节 打什么东西 打鹿啦 打各种各样的 这个打猎 还有就是野猪 野猪是不现实的 也不需要拿西可 可以随便打 所以呢 他们也有去打 这些各地去打 那么还有就是旅游的 成群结队的 大家一些好朋友 我们这个星期 就是没事了 如果退休的话 这个星期我们去 玩一圈去 大家就租个车 两三个车 就一起出发 浩浩荡荡的去玩一通 那么在我们洛杉矶附近 玩的特别多 那么今天去这个地方 明天去那个地方 那玩的 这个不亦乐乎 所以呢 就是说 在这个大洛杉矶地区啊 你想交朋友 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这里方呢 就是交朋友 是比较纯朋友 不是说是互相利用 就是纯朋友 大家就是在一起 开开心心的 互相关心 互相帮助 在一起又去玩 像我每个星期 都要出去爬山 经常也是跟朋友 出去爬山 完了呢 还会出去这个背包 露营 像我去年呢 就跟着朋友 又跑到这个 雷尼尔山去背包 转 把围绕着山 转一圈 今年呢 又想到这个 John Mill Trail 那地方 在背包 露营 这个差不多 三个星期吧 所以呢 在这地方 因为玩的地方特别的多 而且这个华人 台湾人聚集 也特别的 就是特别集中的 这个居住在一起 那么你那个交朋友呢 非常的容易 参加各种活动呢 也特别的容易 就是你稍微的问一下 什么班都有 还有就是老年退休的保健中心 他们也组织很多的 这个各种各样的爱好 我有去 我就是参观这个 老人这个退休的 这个老人这个 日间保健中心 我就看到他们老人 在那地方画画 画得很认真 而且有些话 画的还真是很很漂亮 我很喜欢 我很佩服 因为我也很喜欢画画 所以呢 就是说是 你要想在这地方交朋友 你这个处一些 非常知心的朋友 出去一起玩 那就是非常非常的容易 那么现在呢 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人 经济条件呢 还是比较不错的 将来退休了以后呢 我还跟我的朋友 我们都都讲好了 等我们退休以后 我们每个人都做一个 或者是买一个那个RV 就是那个房车 我们开的房车 几家凑的一起 我们就轮流的 就是把这个 这个美国都玩个遍 一个一个公园的玩 一个一个州的玩 所以呢 就是呢 你在这里 因为华人比较多 你能找到很多 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知心的朋友 一起呢 在一起呢 吃啊 喝呀 跳舞啊 就是喜欢的事情 自己一块去做啊 完了呢 一起去旅游啊 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 啊 所以呢 就是在这个 洛杉矶啊 因为这个华人比较多啊 所以呢 就是说 对老年人来讲 非常非常的好 首先 要是英文不好的话 啊 可以不需要英文 就可以在这里 生活的非常好 啊 在最后呢 我还提一点呢 因为大洛杉矶地区工作特别的多啊 所以呢 这个老年人退休了以后啊 这个也很容易找到工作 也不是说是一定要找体力 也很多这个非体力的工作 只要是你这个啊 这个合适的话 你都能找到很好的工作 像我认识的一个老年人啊 他都已经75岁了 他呢 啊 还去 这个 做这个part time工作 就是兼职工作 因为他觉得啊 那个全 这个退休了 什么不干呢 也很难受 所以他呢 除了 这个 这个 平时的退休 该吃吃 该喝的喝 该玩的玩 他还兼职啊 在一个律师事务所 帮打打杂 哎呀 非常 生活非常的舒适 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快乐 所以在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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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杉矶啊 由于这个 工作啊 特别的多 又好找 所以在这地方呢 无论是吃啊 喝啊 你想赚点钱啊 你还是你买的房子 你想出租 一间两间啊 啊 补贴一下家用啊 啊 都是很方便的 因为这个需求比较大啊 需要租房的 租房子的 也很多 所以在这里呢 就交朋友啊 啊 这个 出去玩啊 结伴出去玩啊 啊 甚至就是说是 结伴呢 就是 周游这个世界各地啊 啊 这地方就经常来啊 我们几个人 我们就去到非洲玩一圈 都是好朋友一起去 所以呢 就是说 在这个 这个 这个 洛杉矶啊 啊 由于这个 华人特别多 啊 就是这个 各种各样 兴趣爱好 你都可以找到 自同道合的人 跟他们一起玩的不亦乐乎 啊 当然了 这个朋友这方面呢 在各地呢 条件也都差不多 像纽约啊 华人也很多 啊 像这个西雅图啦 啊 这个三藩四啦 还是德克萨斯州啦 就是华人呢 还是不少的 尤其是纽约啊 仅次于这个洛杉矶的华人 也很多 当然了 也是比较容易交朋友 但是说一句心里话 没有 还是没有洛杉矶这地方 人口的 这个华人的人口基数大 而且呢 这地方呢 就是 啊 讲国语的 占绝大部分 啊 所以呢 就是说 你想玩什么 都是同声同气 啊 同样背景 那当然 我们经常也碰到 这个台湾的朋友 我们经常讲一下 国内的这些 过去的那些 文化大革命的那些事儿 他们都是听得一头露水 听不懂啊 但是混的时间长 慢慢也能理解了 所以呢 就是在这个洛杉矶啊 我是觉得真是人间天堂 就是我们退休啊 或者将来退休养老的人间天堂 无论是吃喝玩乐 啊 交朋友 那简直是应有尽有啊 任何城市没法比拟的 也许有的人会 会那个不同意我的意见 啊 对不起 这是我自己自身的感受 这是我自己自身做过调查 我在这里也做了将近 差不多二十年了 啊 所以呢 啊 我是有这个发言权的 我是觉得这地方 真是啊 这个退休者的 啊 天堂 啊 在这里每天都很开心 每天都很快乐 啊 吃的快乐 玩的快乐 啊 天气 非常非常的好 那么朋友也是一大堆 你今天想找啊 跳舞的那一帮朋友 你去找这个啊 画画的有一帮朋友 你去找爬山的一帮朋友 你根据各种不同的这个兴趣爱好的朋友 你可以参加不同的团体 啊 轮流玩 啊 除此之外 再教几个资新的朋友 那真是生活非常的美好 在这里 啊 东西又又又又又多丰盛 去哪玩的方便 去世界各地玩都很方便 啊 跟着这个好朋友 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值得 啊 大家考虑来这里退休 我只是把这个洛杉矶啊 的生活秘密都介绍给大家 让你们大家做一个对比 当然了 啊 不要啊 不要就是说我说了啥就信什么 当然了 要你自己也去去做一下调查 去各地去走一走 啊 最后呢 挑选自己喜欢的地点来退休 当然不一定是在洛杉矶 这是我自己的体会 我觉得洛杉矶是number one 是第一理想的退休养老地方 那么最后呢 我还想跟大家呢 讨论一个问题 啊 就是说呢 啊 我觉得中国人呢 比较注重亲情 啊 就是孩子在哪 啊 父母就想在哪里退休 这个呢 其实我呢 啊 也同意你们的意见 啊 这孩子在哪里 我们就在哪里退休 我原来也是这么想的 我有一个客人 他呢 就是这样子的 他女儿呢 隔个两三年就搬个地方 隔个两三年搬 他女儿一卖房子 他马上也卖房子 他女儿呢 搬到那个城市 他也跟着搬 也买一个房子 在他女儿房子附近 也买一个房子 他这么样子 追了五个城市 啊 追了五个城市 十几年间 追了五个城市 最后他跟我说 这是Victoria 我实在实在是追不动了 啊 隔个两三年就得卖房子 买房子 我实在是追不动了 我就跟他说 我说是啊 你现在还那么年轻 你就不要追了 你干脆就找个你喜欢的地方 啊 你自己呢 先享受 你这个这个老年的生活 等你不登栋了 你再去追你女儿 他最后也跟他女儿谈了 他说我实在是跑不动了啊 这么频繁的搬家 买卖房子 实在受不了 所以他最后 他决定就是在这个洛杉矶啊 这个地区安顿下来 那他女儿搬是他的 他反正他就有时间 就去看他的女儿 看他的孙子孙女啊 所以他现在呢 也很快乐 要不以前呢 跟着女儿 刚刚住住属一个地方 又跟着跑 所以呢 就觉得很痛苦 那我现在呢 也能体会到了 哎 我现在先把我自己的生活搞好 快快乐乐的 尽量最大限度的享受 这个洛杉矶的天气啊 食品 环境啊 吃和玩乐啊 天天都快乐啊 等到自己实在年纪大了啊 需要人照顾了 那再跟孩子们搬得近一点 其实说句心理好 在我们的心里都是 我们自己都已经计划好了啊 都是将来都是自己 管好自己的事情 不去麻烦儿女 所以没有必要 非得要跟着儿子女儿啊跑 还是哪里最适合自己 就在哪里啊 就选择在哪里 因为我们退休了以后 才是进入人的一生中 黄金时代啊 在这黄金时代是人生最宝贵 最快乐的时光 为什么不选一个啊 气候又好 这个中国食品又多 饭店又好吃啊 这个吃喝玩乐啊 都非常好的地方啊 为什么不挑选这么一个地方呢 为什么要挑选一个啊 这个各个条件都不太好的 勉勉强强在那里 那个那个那个养老的地方呢 所以呢 我是建议为了自己一生最最最最最精涩的这个这个时代啊 给自己选一个啊 最好的地方 尤其是像加州南加州这样的气候那么好的地方啊 这么多吃的这么多玩的啊 这么多这个华人热闹的地方啊 在这里退休养老这是最明智的选择啊 我只是把我自己个人的体会啊 介绍给大家 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点啊选择选择的资料啊 毕竟不在这个那个这个洛杉矶住不太了解洛杉矶 所以我把这个洛杉矶各个方面都给大家介绍一下子 如果你需要啊 这个房地产方面的这个资讯 请你随时与我联络 我的电话是949-697-0033 我的微信号是VTANUSA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